Hong Leong Capital Hello 大家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支Hong Leong Capital 它 昨天呢 就大跌超过4% 你可以看到K线 已经连续 有4根红色的K线 都是下跌的 之前的时候 这边 6.20左右 有一个套牢盘 跌破了 再下跌 然后很多朋友就去捞在这个位置 5.3 5.4的时候 很多人去捞 可信呢 它又跌破 跌破了 这个 就要问下了 现在可以跌到吗 之前5.3 5.4的朋友 有跌到的现在全部被套 可以跌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K线图 首先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K线 过去几天呢 都下跌的那个 跌幅啊 都是越来越大的 这根是 这么长 这根是 这么长 而昨天呢 是更长的 就是说它下跌的这个 猛度啊 是越来越猛 momentum是越来越厉害 跌了越来越厉害 肯定是不适合去跌倒 我们来看一下5分钟图 这个就是它5分钟图 它的K线可以看到它一直往下掉的 它昨天收盘的时候是收在最急的价钱 很多朋友呢就去这边的位置里面去跌 大概就是在4.192的时候去跌倒 但是收盘是4.90 也就是说 这些朋友呢 台是被套 所以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时候真的是不要随便去跌 要看清楚来 我觉得 要安全的话 最少要等它出现一个 两根青色蜡烛的时候 有这个反弹上去的迹象 那时候再考虑要不要进场 这个时候不要随便跌 这些都是我的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谢谢大家